我為何要今天在這裡說話呢 其實我剛才看到一塊牌是很神奇的 就是它塊牌我以為它是燈來的 我走到過來的時候 即是同步分在走 走到過來的時候看到那塊牌 我們以為燈竟然是藍色 我想之後早上為何開了一盞藍燈 開得那麼厲害的呢 那慢慢走 為何一盞都不見了 再走近一點 原來竟然是一個路牌 我現在馬上給大家看一下 那塊路牌 大家看了 這裡就好像很暗 我先去zoom近一點給你們看 看見到嗎 其實如果你不zoom近遠看 以為有一個燈 我拉完一點給你看 這樣吧 我們看到視點在螢幕裡面 就好像這樣的距離 就以為是燈 那我繼續走 你們留意著 那個位置 過了 大家以為我剪接 那條燈柱 好了 看下去了 是不是開始綠色了 藍藍的綠綠的 是會有些浮動的 因為我zoom這麼近 其實是辛苦的 我先拉完 開始綠色變黃色了 然後再走近一點 待會兒 那個就會看到 它有一塊很明確的牌 但是竟然光的折射 在那個位置 哎呀 遮住了 對這裡 還是黃色好彩 否則變成剪接效果 拉近一點 誒 zoom近一點 其實就是這塊牌 看到嗎 是路牌 我先拉近一點 那個位置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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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下去 下去 其實已經很清晰 看到它是一個有寫字的牌 我先找個位置停在這裡 這裡應該是zoom到過去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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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什麼7米 我看不清楚 就是這樣 好 是不是很神奇 就是這樣 我想跟大家分享這件事 所以我就開部手機 告訴大家 是有這樣的東西拍 我現在這個位置在聖約室英文中學 這裡寫著的 這個位置 即是彩虹的位置 我就走一會 當運動一下 這樣拍出來給大家看 都挺漂亮的 OK的 剛好有個十字架 這個景色不錯 先拍一張圖 就是這樣 好 看看剛才的位置好嗎 在這裡 就是這個 它寫什麼呢 先看看我看不看到 呃 糟了 要很近 車場 車場是什麼 看不到車場是什麼 你們知道你說我知道 哈哈 好了 我先拍到這裡 稍後再見 拜拜 很美的天 我們再拍一張天吧